雷神寺中的索爾實力到達了什麼級別 以及秒殺和奧丁同級別的咒思 更可以將自己的神力輸送給一群孩子 這螢幕像齊了雷神一旅高丁給錘子下轴 而且每一個小雷神的戰力都非常強悍 暗影怪物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索爾和戈爾也迎來了最終巨戰 可沒有暴風戰俘的索爾 明顯不是戈爾的對手 躺在病床上的前 也感受到索爾有威脅 剛一起身就看到錘子懸在空中 就在索爾準備用劍刺死戈爾時 雷神之錘出現砸飛了戈爾 捡騎着天馬趕來支援 然後有劍來拖出戈爾 索爾則去關掉彩虹橋 解救了戰俘的索爾 趕緊把戰俘人給安克賽爾 讓他召喚彩虹橋 帶著孩子們離開了這裡 劍死時已經深受重傷敗下陣來 戈爾手持黑死劍再次朝他死去 幸虧索爾一個順身打斷了他 兩人一陣激戰過後 索爾利用霹雳將黑死劍牢牢牽制住 劍狀立馬人出雷神之錘 黑死劍瞬間支力破碎 眼看戈爾還不死心想要恢復劍身 劍收回錘子的同時將碎片包裹其中 並使用雷霆之力摧毀碎片 黑死劍化為飛灰 而劍也變得非常虛弱 戈爾走進了永恆之境 在他即將取悅的時候 索爾叫住了他 他希望戈爾明白 就算毀掉世間所有的生命 他依然活在痛苦中 他需要找回自己的愛 說完索爾就去抱起冰死的劍 而這一幕也讓戈爾想到了自己的女兒 他想復活女兒 可沒有了黑死劍的他也大陷將至 他擔心女兒孤獨一人無人照顧 這時善良的劍給了他回答 她不會覺得他 戈爾明白了索爾兩人的意思 他向永恆取下了願望 沒過多久 一個倒影出現在戈爾身邊 看著女兒回來戈爾襲擊而起 他緊緊地抱著女兒 許久不願放手 這是和女兒的最後一面了 而劍也迎來了最後時刻 他讓索爾敞開心扉 不要難過 最終在兩人的吻憋中 剪在索爾的懷裡 化作點點星光飄向空中 戈爾在臨終前把女兒托付給了索爾 影片最後 在阿斯加德的海岸線上 人們為剪建了一座神像 並將他命名為神威雷神 索爾則當起了全職乃霸 全心全意地照顧女兒 女兒的眼睛不僅可以發射激光 拿起暴風战斧也是輕輕鬆鬆 婦女倆每天的活動就是神戶九屆的安全 猜蛋一 被索爾秒殺的宙斯既然沒有死 他對於現在人類不再敬為神明 而是崇拜超級英雄感到十分不滿 於是派遣自己的兒子 大雷神赫拉赫爾斯出面對付索爾 猜蛋二死去地捡來到了英靈殿 受到了海姆達爾的歡迎 雷神四全篇結束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